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去讲讲在先游媒体当中出现的信息减防 出现的卖产骗局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方案路边论坛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从现在的web2的这个传统媒体上面大量的可以看到 那么今天呢,在国内区有非常火的一个新闻开始报道出来 就是说啊,九岁的孩子啊,与奶奶相依为命 那么他们去卖石榴 那这个事情呢,被拔出来说,哎,这个呢,根本就是假的 他们家根本就没有种石榴 而且这一些完完全全是因为卖产去博得这些观众大家的一个同情 然后呢,这些商家去趁着这个热度去卖石榴 那么事情是怎么样的 事情呢,就是说 在潘子化啊,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啊 他与他奶奶是一起是在网上去卖这个石榴 那么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那么视频中这个小孩啊 他比较清澈是吧 那么把他给打了嘛,因为这个未成年嘛 那么因为他奶奶呢,有腰筒 自己背着六十斤的石榴 去寻求这些拍摄者的一个帮助 那么这个呢,就发了网上去之后呢 就引起了网上的广泛的关注 也就是说,这么小的男孩 你看,在山区里面的男孩 他们就是真的懂事的照 那么说实话,从某种意义来讲 在贫困一点的 或者在山区里面的一些小朋友呢 那么他们的确来讲 在做家务这件事情 或者说在帮助家里面干活的这个事情 确实是有存在的 但是他们就是拿着这种行为 那么拿着这种已经成为了事实 那么去骗取观众 是吧,去骗取观众 认为这就是事实 其实他们讲的里面 有一些是事实 有一些是假的 就是说,比如说 小孩子呢,在家里面帮助家里面去干活 这些肯定是真实的 但是他拿着的是 明明没有种石榴了 叫他背着这个石榴去 在路边上去卖 然后呢,被拍了进去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就有人端门到这里去进行采访 人家当时人就称 他们家里面根本就没有石榴 那么后面的记者就继续采访 那么看到了这个小宝和他的奶奶 还是婆婆啊 是吧 据他的婆婆介绍 前几天啊 这个小宝整准备去卖核桃 那么有几个年轻人过来问情况 看着他可能要帮助他们的家 把他们拍成视频 随后呢 婆婆和小宝就被带到了一个地区 然后去拍起了这个视频 那么他证实了 视频里面 他和孙子的所说的话 动作都是拍摄者去教的 那么视频拍完之后呢 给了他两百块钱 那么后面呢又来一次给孩子 送了一辆自行车 还有一些衣服 还有鞋子和吃的 还给了他们三千块钱 那么说实话 从这种献爱心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些拍摄者呢 确实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还是给了他们去献得了一些爱心 但是呢 背后有一个商业链条在那里 是吧 有一个商业逻辑在那里 那就感觉起来有点去 怎么说呢 你挣大钱 别人挣小钱 人家把别人还蒙在鼓里面 是吧 所以啊 你看他们的这个 家里面怎样表示啊 这婆婆表示说 他家里根本就没有去种这个石榴 只有少量的核桃和玉米 而当天呢 他们是卖的是核桃 那被别人发现这个通点 或者说发现这个 可以博取流量的一个点之后呢 就让他来去当一个演员 是吧 而且他们当时啊 并不知道对方拍摄视频的目的 认为啊 他们只是在做好事 那么同时啊 当地的村民干部就证实啊 小宝家确实有困难 确实有些特殊情况 家庭是比较的困难 那么村里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帮助 但是他家 他确实是没有种石榴的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人们呢 拿着这种 大家的一个同情点 大家的一个关注点 那么去博取 我广大网友的一个同情的时候呢 去卖出他的一个石榴 那么这个石榴啊 根本就不是他们家自己种的 而是说通过商业化的 大规模的去种的 那么当然通过营销的手段来讲 这个无可厚非是吧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你通过这种方法去 进行广大的销售 是可以的 从商人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面就让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网络里面的信息 到底还是信还是不信啊 是吧 大多数的人认为啊 你这个博取这个就是不厚道的呀 所以说现在网络中出现一种 以悲情的形式去 打着这种悲情的形式 去赚取流量 那么去赚取大家卖货的 这个收益的 那么这种是大量的存在 那这个行为 为什么和我们就现在去讲的 说web3的这个社交媒体去对比呢 因为现在的web3 正在去改变这些事情 但是我认为的是哈 现在的 比如说派的卢边论团 它未来会不会改变这些信息 会不会改变这些问题呢 那么我一直的认为是不能的 在卢边论团里面发生的事情 在web3已经发生的事情 在卢边论团上照样的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它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那你说卢边论团里面 是不是通过这些真人进来的 那么他们这些发布这些信息的人 他确实是真人啊 那你说他们发布信息之后 参与了各种交易 是不是真实的 那也是真实的是吧 如果说以后的卢边论团 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么它应该出现了 像web2世界里面的一些 这种悲情流量 或者是一种吸引别人眼光的 一个骗取流量呢 它依然是存在的 只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基地 就是说发现这种情况之后 我会怎么处理 就是说这种在卢边论团上上面 就发布这种信息的过程当中 代价可能会更大一点 是吧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社会当中 所看到这种 他们打着这种情况去 邀请别人去虚假的悲情信息 来博取眼球 那么去还得他们商业收益的时候呢 那么像这种呢 你在法律上讲 它是没有办法去制裁到它了 是吧 只能说是谴责它 你说它有做了什么错误吗 也没做什么错 大家都愿意的是吧 只能说呢 从某种道德意义讲呢 是它是不道德的 但是在商业的面前 你道不道德 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 所以在以后的独贤论坛当中 这种可能会存在 只是说大家在去 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 就是怕的是被捅破这个窗户子 就是说一旦捅破之后呢 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 而这种后果呢 并非是说法律带给你的 而是说你会不会受到 广大这个独贤论坛的参与者的一个声讨 然后呢 跟你进行社区的治理 跟你投票 让你踢出出去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那么它的改善 就是说让人们去发布虚假信息 这部分人呢 他可能会面临的代价 会更大一点 这是来源于捅破这个窗户子的 那如果说是没有捅破这个窗户子呢 那么还是依然的去博取了大家的同情 是吧 因为这件事情呢 它发生在国内 发生在川内 那么有很多的网友 其实就在附近 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认识这些人的 就发现他们家根本就没这样的事情 就所以就很容易被捅破了 如果说这个事情 把它放关在全世界范围内 把它放在卢边论坛里面 卢边论坛面临的是全球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 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 大家会不会到实地去追查 实地去调研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能的 比如说我现在就把这个事件把它发布到卢边论坛上面去 如果说大家都是没有看过这新闻的是吧 我把它发布上去之后 然后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些买家 把这个石榴买走了 那么打着一个情怀的心情 那么还抱着一个怜悯的心情 我们其实买这个石榴并不是买石榴 而是买的一种情怀 我们是救助了它 打着这感情牌买了之后 那你会不会去追究这个事情 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那么很有可能发布者就利用了你的这个怜悯之心呢 就把商品卖给你了 而实际上你还被蒙在鼓里 而当事人呐也被蒙在鼓里 他中间赚到了巨额的一个差异 因为他的石榴是成万亩万亩的去销售的 所以说今天卖一点给你 明天卖一点给你 你看他卖的是石榴 但是你实际上你买的是一个情怀而已 那么而且这个事情呢 很难被捅破 所以说在独边论坛上面以后呢 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好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叫做信息减方 那什么是信息减方呢 信息减方在国内呢 已经这个词语被讲了很久了 那么我们都很多人都被困在信息减方里面 所以说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大家就很明白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了一些事情 那么当然在国外去的派友 你不要以为你们就逃脱了 其实在YouTube 或者说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 依然的会存在着信息减方 同类的人 同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 让你们认为你们就是世界的大多数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近期 某顶流网红被封的热搜 一下创飞两个群体 一个是因偶像他访而伤心的大妈 一个是被信息减方 吓得四色发抖的年轻人 什么是信息减方 在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 平时号称五只上网的年轻人 居然在网红被封知识 都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然而他的粉丝量 却比陆寒 魏大勋等明星还高 果然你的网红 我的网红好像不一样 这就是困住我们的信息减方 就是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信息 因为是大数据和智能推送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信息减方里面 不同的信息 建立起不同的房 而不同的房又对应不同的点 所以年轻人刷不到中老年的养老金 杀手 而老年人也不认识 每年hold走我们失败的主播 你的手机 我的手机 我们爸妈的手机 孩子的手机 哇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不信邪 可以打开家里长辈的手机看一下 就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满平都是整活的中老年人 或是对口型唱歌跳 或是全村人手思想 或是讲着鸡汤为科学脉货 不要慌 不要慌 太阳下山有月光 就连直播也是一群白发西数的大脸堂 一起烙着闲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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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自己的手机 完全就是不同的世界 家人没使用啊 更离谱的是 大数据还会跟你一个鼻孔出气 不同立场的人 看到的评论区 也是完全不同的 有个网友 和他对象同时刷到一个情侣吵架的视频 结果翻开评论区一看 完全是两种相反的画风 我的评论区 全是站在男生的观点上 这就是最强的 而我媳妇的 最强的 都是站在女生观点上 可怕吧 评论区居然分男女了 大数据逢人下彩蝶 屏蔽掉你不爱听的声音 让你相信 你是站在多数人的观点上 而单纯如我们 在个性化算法的作用下 走不出平台的套路 更不清楚自己身处信息简方 成为坐井观天的主角 而这也被称为傻子供给现象 以前方圆十公里 可能只能发现一个傻子 但是现在通过互联网 某个省的傻子 某个性别的傻子 某个明星粉丝的傻子 全部联合起来了 遇到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人或是 就群起而公之 成千上万的井底之蛙 在同一信息人的检方里 互相认同 达成共识 认为世界确实只有井口这么大 从而丧失看清真相的能力 互联网并没有带给你更多的可能 它是在加深你对已有世界的偏见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我们每天从外部接收成千上万的新闻 信息不断输入 但是认知在不断紧缩 对世界越来越不了解 接触到的也只是自己喜欢或关注的讯息 我们看到的世界 只是算法让你看到的世界 而不是世界的全部 我们的爱好和生活 不仅被某衣 某本 某红薯等平台监测着 又被他们投位着 不断正中下怀疑 你在短视频里面刷出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和你高度的认同 你周边的人和你高度的认同 你会发现你就是世界的大多数 数据成为最懂人心的 以至于我们宁可沉浸在互联网 也不愿在现实世界跟真人接触 那么如何跳出信息减防 在这个时代很难 我们仍然要多接触人 倾听真实的声音 去思考辨别 甚至有时候和网友回头 也都可能是一场逃出信息减防的修炼 那好 这个视频看完这块 那大家就大致的明白 现在的一个外部二世界里面的网络 存在着大量的一个信息减防 而我们每个不同种类的人 不同类型的一个思想的人 会存在于自己思想 所包覆下的一个信息减防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讨论 因为你看见的 只是你所想看到的 被大数据推送了给你 那么这种问题 在以后的卢边论坛会不会解决呢 那么我认为的答案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在卢边论坛里面呢 他不会将这个数据被这种开发人员 或者这种商家去利用 把他这个信息整合之后 发现你的一个个人的特点 然后专门推送给你 而Panetwork采用的呢 它是来源于轮流机制 那么他也有火的地方 是吧 大家给他投火苗 他可能会火起来 火的比较高 但是他依然通过一定的时间之后 他会把它给掩盖下去 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事件点出来之后 突然爆发 那么大家都看到的是这件事情 那么会让大家的视角更为全面 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来 人们肯定就是说 不是说特别愿意去看这样的信息 因为有时候你看的信息 并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的是一点 那么现在的一个信息呢 是非常广泛的 如果说你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信息简单里面 你只能接触到你所感兴趣的信息 而你对外界呢 已经失去了一定的联系 这么这呢 是对于人们在真实的世界中生活 是不太友好的 那么在派的世界当中呢 他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或者说通过他这种特有的规则呢 让人们突破这个信息简单 那么在突破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能认为 这不是你喜欢的 或者说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习惯的 但是呢 我希望的是大家还是一定要去尝试的 就尝试去接触不同的信息层面 接触不同的视角 或者说人们发现了一些不同观点呢 大家愿意去讨论 那这是最好的 因为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会碰撞出可能更多的一个视野出来 或者视角出来 那么这来会利于你眼界的一个开阔 那么在路边论坛里面以后呢 他就会破除这种信息简单 所以我们以前讲了那么多的路边论坛 有人就告诉我了 这路边论坛里面 他绝对是完美无瑕的 他可以解决现在所有web里面 所有的问题 那么当时我就和他们进行讨论一下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那并且后面还有人去跟我发了一些信息 他说你这样去讲路边论坛 他不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可能就对路边论坛不好了 或者说我在贬低拍Network了 其实并非是这样的 我们是在整体的一个观察当中 在现在的web2世界和web3的一个观察当中呢 去把它理清楚一些 看以后这些东西 它到底是彻底的改变 是一种革命性的东西 还是说一种改善性的工具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两个案例呢 就可以大致的理解出 派这个独边论坛 它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哪些问题 而哪些问题是依然继续存在的 是吧 比如说像人为去制造的这些骗局呢 那么像这种成余的假消息呢 它依然会存在 只是说在发布这些成余信息 发布这些假消息 发布这些博取流量的信息呢 他们这些发布者 如果说他们被捅破之后呢 那么他们获得的这个成本代价会更高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回事 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信息减防 信息孤岛的这种说法呢 那么在拍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很有可能他就直接把它给改变了 因为他就不存在说有信息减防 你们每个人推送的是不同的信息给你 说白了 这个技术呢 它到底是进化还是退步呢 答案是退步 因为在最初的这个信息面向人们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的信息都是通用性信息 不会说针对你的个人去进行算法 然后推出你给你呀 好多信息给你 那么所以拍目前 他的读编证团里面做到的这个信息呢 更像是一种退化 那么更像是一种反不归真的一个状态 让我们以前所接受通用信息的这种模式呢 重回到网络当中 而且是以外部三的形式去归来的 那么所以最后总结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两则信息当中 一则呢 是关于骗局形式的信息 那么它以后可能在外部三的世界当中依然存在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关于信息减防的内容呢 那么可能在外部三的世界当中呢 会破除这个信息减防 那好 这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的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观点和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会促使我们更有动力的做下去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